看郑泽氏的演出看的,自然是他的演技,毕竟是两界金像奖的影帝,演技真是无可挑剔,而在《河里活》有个大老鞋中他出演的是一个老鞋的角色,千叔高明,又很徽章,可以说是迎进天下,成为最大的赢家。 而在现实生活中,郑泽氏也给人以一副人生大赢家的样子,吃夜又成大家要目共睹,两界金像奖影帝,肥猫成为了代表形象,而现实生活中,有一位贤惠的妻子,两人结婚了27年,还约有一对子女,这就是典型的家庭事业量丰收。 但,这种表面上的风光也只有外人会看到,而曾经经历过的人生挫折最终,也只有刺激记的。 郑泽氏的确实很风光,但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,郑泽氏已经历过很严重的人生低潮,1993年的时候,因为自己投资的电影公司,欠下去了债务高达1700万,成为了他当时人生最重的负担。 1700万在今天来说,对于明星而言,难道不应该是个小数目吗? 不过在移动200多平米的豪宅,就卖200多万的当时,真的就是千文数字。 郑泽氏在今天回想都心有余计,他表示,当时除了家人卖,他把能卖的东西都一一卖光来还债,一夜之间从富贵生活变得落魄不易, 一家人从豪宅搬着只有几十平米的小房子,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四年。 不过,郑泽氏也是能抗之人,更是义气之人,其实当年他只是公司的一个股东而已,按理是不需要还那么多钱,他也可以申请清盘, 这样他就不用那么辛苦,不过他讲义气,一人顶下来,没有令公司申请破产,虽然自己辛苦,但是就赚取了信誉,他表态值得,也正是如此。 郑泽氏深得很多行业内的人的敬重与挨戴,包括刘德华,现实中,郑泽氏与刘德华就是很好的朋友, 而刘德华曾经也扶持过郑泽氏,两人从工作伙伴成为了好友。 而除了刘德华之外,其实,周润发与郑泽氏,曾经也是老友。 1976年郑泽氏在TVB做闲角的时候,就已经认识了周润发,周润发当时对郑泽氏非常照顾, 叫他演戏,请他吃饭。 而当年你周润发第一结婚的时候,郑泽氏还是他的伴郎。 另外在1985年郑泽氏自导自演《何必有我的》的时候,周润发又在剧中帮忙演配角, 最终令郑泽氏拿下金像奖,因此,郑泽氏一直都很感谢周润发。 不过,后来周润发去了好莱坞成为了国际巨星,而他又遭遇人生巨变, 要频繁去内地拍戏,继而两人关系又越来越远,联系也越来越少。 郑泽氏直言,娱乐圈是个很现实的地方,人情温暖都是必然的, 你发达的时候万人来围绕着你转,你落魄了人走茶凉, 但也是在这个时候才能认清谁是朋友,所以他当年落魄的时候, 并没有到处求人借钱,而是靠自己一手一脚去做, 狂借内地的工作,用了四年的时间把所有债务还清。 郑泽氏这一生人最感谢的人有两个,第一个是香港之明天之肖若元, 当年在他最无助的时候,主动借了一百万给他还债, 这份情地一千金难买。 第二个就是他的妻子前TVB议员林燕明,曾经在他最落魄的时候, 对他都不离不弃,和他一起苦劳,因此郑泽氏表态今生无悔了, 有好友,有嫌妻。 当然,苦日子都已经过去,现年67岁的郑泽氏, 在经历了人生最低潮之后,他活了过来, 如今的他是家庭生活,事业发展量得已,这些年生活环境变得更好了, 已经不用了生活担心了,这才让他们有选择的去接拍剧, 把更多精力放在演戏上,他自言希望自己能一直演下去, 更强调不会忘记香港市场,毕竟这里才是他的根, 所以他这几年都会偶尔接拍TVB的作品, 无所谓价钱,只要剧本合适,角色有的发挥都会演。 而在近期TVB播出的《河里活有个大老千》之外, 目前上有街帮财神,连正行动2019,两部剧雷播出, 大家在未来还是有机会,能够欣赏到郑泽氏的演出。 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